黄华,1911-1943年,湖北省阳心县牧市港区,凤凰乡凉上村,县阳心县牧港镇丰台村,人,原名黄金山,学名为友,年幼时,父母和兄长相继去世,与嫂子相依为命,过着极为贫苦的生活,自五六岁就从事打猪菜、挖叶菜、捡干柴等劳动,七岁到地主家里放牛,受尽了打瓦和欺凌。 1926年他15岁时参加了革命的洪流,1929年年参加了红军,1938年任纪录与军区司令员,1941年,调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,他致勇双全,在低强我弱的情况下,灵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,打击其一点的方针,取得了很大胜利。 1943年6月遭叛徒行刺遇难,边区军民将他安葬在山东省吴地县第六区的一座山头,就至,沿山县阳二庄区山后管区山后村,金,海青县小山乡山后村。 为了表彰他的不朽功勋,1943年8月,中共山东军区,在立金县镇海庙,召开干部大会,将新海县命名为黄华县一资纪念,沿用至今,1953年3月,他的遗骸遗葬到济南市四里山,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员。 黄华是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滨海小城,在国内,像这样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地方并不多,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英勇牺牲而将自己的名字,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,不能分割。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然也对这个人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意。 2012年,黄华市人民将烈士女儿一家接到黄华市居住。 经研究,黄华市委,市政府决定,为黄鲁斌夫妇,在本市市区内解决住房问题,为黄鲁斌儿子,而其落实工作,并办理其工作调动,及孩子转学的相关事宜。 黄鲁斌一家成了地道的黄华人。